由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主办的花东多元音乐福祉计划 今年迈入了第五年 今年分别举办了音乐创作工作坊 歌谣传唱、奖唱会等内容 并且举办了五场金曲奖唱会 邀请了包括王红恩、浩恩、徐哲伟、谢雨薇、罗文玉等 金曲的创作歌手 肩负了音乐创作作品专辑的监制 期盼能够鼓励更多在地的原创音乐的发展 创作以及生活来结合培养出更多的音乐人才 由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主办 华联县科家爱乐协会承办的 109年花东多元音乐福祉计划 今年迈入第五年 五日下午举办华联县音乐工作坊及歌谣传唱启动记者会 宣告计划将在7月中正式启动并陆续开课进行 这一款机会是在1015年的时候 文化福祉它了解到文化东音乐的能量非常增强 無論是傳統或者說有什麼音樂 我們的能量非常強 各位看看我們的影像裡面很多緊緊群獎 然後很多都是動物的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在一開始就進行這個 多維音樂福祉計畫 我想要見各位的手 謝謝一下這三屆 非常熱誠地在進行這個計畫的 換言客家音樂協會 然後來身體是掌控的嗎?對 跟著練掌控吧 今年音樂工作坊 邀請華蓮國寶詩人葉日松老師 知名聲樂家彭新浪老師 舉辦詩詞文學創作 與人聲音樂啟發的講座分享 並在8月至10月舉辦獎唱會 邀請六位知名金曲創作歌手 盧王洪恩、謝宇威等人 與華蓮鄉親近距離分享創作 另外歌謠傳唱則開設原住民班 客語班、明南語班 傳授從鼓調到現代歌謠的歌唱訓練 其實我們都做音別做這麼久了 非常樂意把我們的經驗呢 跟華東這邊的年輕人一起來分享 那這次活動呢非常有意義啊 有這個創作班、有歌謠班 還有這個講唱會 所以主辦單位非常的精心策劃 那麼在這個創作歌謠班的部分 剛才前面主持人也講過了 就是音樂總監是羅宇玉 然後導師還有這個葉日松老師 還有彭老師 還有這個學士會會擔任創作的指導老師 那歌謠班有四大族群的老師去教歌唱 所有課程結束後 每班歌謠班將分別辦理成果分享會 以及與音樂創作工作坊 舉辦聯合成果發表會 期盼藉此激發在地認同 傳承幾保程度原音樂文化 並鼓勵在地原創音樂發展 音樂創作與生活的結合 記者蔣幫燕華連續報導